想要樂活健康 以下六個要素都非常重要喔 本支影片將著重在提升柔軟度上 請再次確認周遭環境 以及身體的狀況 運動前將會帶大家進行暖身 運動後也會進行伸展來強化柔軟度 準備好了嗎? 那我們就開始運動囉 大家好 等一下會由我來帶大家進行暖身的動作 那阿姨準備好了嗎? 我了 同學準備好了嗎? 那等一下會由我呢 開始帶大家 那我們準備原地踏步囉 很好 雙手自然擺動 眼睛指示前方 好 好 將你的雙手呢 慢慢放到肩膀 往前轉 非常好 好 準備換方向囉 換 往後 再一個 好 再一個 雙手放在胸口 好 往前推 往前推 慢的 很好 往前推出去 準備加速 準備加速 好 雙手自然 擺放 大腿外側 大腿外側 好 往上彎曲 慢 下 非常好 抬高就好 不要太高囉 大概跟你的肩膀平行就好了 準備加速囉 好 保持 好 最後一個動作 雙手放在前面 往前 游泳 速度慢的 往前 好 準備加速 往前 眼睛指示前方 最後一個 好 回到踏步原地 雙手呢 往上 深呼吸 慢慢 下 保持放鬆 往上 下 好 原地踏步 放鬆 手臂自然擺動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的暖身動作就到這邊囉 好 那等一下呢 要進行我們肌力訓練的部分 那我們需要的器材呢 會有啞鈴 如果我們家裡沒有啞鈴的話 也歡迎拿你旁邊的水壺 有一點重量 都可以 那如果你的腕部有不舒服的狀況 記得立刻停止運動 等一下我們第一個動作呢 是我們的手臂前屏舉 那主要在訓練我們的 三角肌的前面 那等一下呢 我們在持啞鈴的時候 記得 我們記得 把你的身體 打直 好 將我們的啞鈴 取起 眼睛 看向前方 背部 不要聳肩 也不要駝背 好 那我們在操作的時候呢 記住 你的坐姿的時候 膝關節 腳尖 朝向同一個方向 不要外巴 也不要內巴 保持一致之後呢 我們眼睛看向前方 我們上舉 抬起 至於肩膀平行就可以了 慢慢的下來 記得你的速度要控制好喔 往上抬的時候 補口朝向上方 雙手的手心 雙手對稱 那膝額抬高的時候 不要多做一個 聳肩肩膀抬起來的動作喔 保持速度一次 手臂呢 你的手肘保持微彎 再幫我示範兩下就可以了 那我們操作的時候 一樣建議大家 10到15下 為一組 好 那我們現在將啞鈴呢 輕輕的放置地板 第二個動作呢 是我們的操作 我們的手部彎曲曲曲的動作 那主要針對的是我們的 腕部曲肌的一個訓練 所以我們的話 只拿一個啞鈴 所以我們先一起持左手的啞鈴 幫我拿起 好 將你的手臂呢 前臂的位置呢 放在你的膝關節 上方以及大腿 依靠好 另外一隻手呢 扶住你的前臂 確認你的腕關節 下降的時候呢 下癮的時候 可以到它的腹中範圍 是比較大的 那我們彎曲曲曲的時候呢 我們抬高 往下 操作的時候呢 記得呢 不要做太多的一個旋轉的動作 保持一樣的軌道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上來的時候 體氣 保持呼吸 不要做到一個憋氣的一個動作 好 我們換另外一隻手試試看 我們將它移至另外一側 一樣確認你的活動範圍呢 是給它最大的範圍 另外一隻手去把它做為固定 身體可以稍微往前傾一點點 那記得前傾的時候 不要做太多駝背的動作 我們一同來操作 抬起來 好 有沒有感覺你的 環不曲際的地方 有點痠痠的呢 記得要保持呼吸喔 那你的速度呢 不要忽快忽慢 保持一致 那也不要做太多手肩的動作 我們在一起完成兩下就可以了 最後一個 加油喔 好 那我們一樣將啞鈴呢 輕輕的放置地面 今天的兩個肌力訓練 我們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 好 那等一下要進行到我們的 柔軟度的訓練 那我們今天會有四個動作 第一個呢 是伸展我們的小腿部肌群 那在我們小腿這邊的位置 等一下呢 旁邊如果有扶的椅子 或是桌子 都可以扶著 避免你在往後抬腳的時候 有一點平衡不穩的狀況 所以我們一隻手輕扶 好 將你的腳往後踩 踩 踩的時候特別注意呢 你的後腳的腳跟呢 幫我著地 後腳腳跟 腳掌確實的貼在 著在地面 那我們持續這樣的動作 記得你的身體 不要有駝背的狀況 好 保持這樣的動作 我們持續 30到60秒 好 將你的後腳的膝蓋 也要做一個打直 有沒有感覺到 你的小腿的肌群呢 有一點緊繃的狀況呢 好 那我們一起換腳 換另外一隻腳 記得你的雙手呢 另外一隻手 一樣幫我扶住你的椅子 好 好 那一樣特別注意到 你的腳尖 腳跟都確實的 走在地面上 讓你的小腿呢 有確實的伸展到 感受到緊繃的感覺 在伸展的過程呢 保持呼吸 那不要憋氣 那我們盡量讓它挑戰一下緊繃的感覺 好 那我們準備進行到第二個動作 是我們的上斜方肌 那我們就回到椅子上面 上斜方肌呢 在我們的頸部旁邊 如果你常常覺得 手機滑比較久的話 可以偶爾在 熱身完後呢 或是訓練完後 去伸展一下 這一塊肌肉 那我們一樣 我們將我們的手抬起 摸到你旁側的耳朵 輕輕的側向 去做一個拉抬的動作 有沒有感覺到你的上斜方肌 開始有點緊緊呢 特別記住呢 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呢 不要太過於的大力 很容易讓你的頸部 做到一個拉傷的動作 我們輕輕的 將它往下拉即可 好 我們現在換另外一側 在拉的時候一樣 像我輕輕的力道 將它往側向拉抬 感受到你的上斜方肌緊繃的狀況 深呼吸 吐氣 在緊繃點 停住 那在操作的時候 記得你的身體 也是保持打直的喔 保持呼吸 慢慢的回到中間 完成這個動作 一樣我們也都是建議你呢 可以操作30到60秒為一主 第三個動作呢 是我們的寬部內收的肌群 在你的大腿內側 所以我們將你的屁股往前 做一些 好 才不會被擋到 將你的雙腳打開 膝蓋 腳尖都稍微的往外開 已經開始感覺到 有點大腿內側 有點緊繃了 但是如果你還可以的話 跟我一樣 扶住你的大腿內側 往外稍微拌一點點 好 讓它的內收肌的感受 更強烈一些些 保持呼吸 好 背部幫我打直 讓你的內側的拉緊的程度呢 持續保持30到60秒 眼睛直視前方 那在操作的時候呢 千萬不要讓你的膝蓋往內跑囉 這樣就會伸展不到 我們的大腿內側的肌肉 好 慢慢的回來 進到第四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 還記得我們剛剛有做彎曲的動作嗎 這邊是不是還是酸酸緊緊的呢 我們現在就要去做柔軟度的一個伸展 好 將我們的手臂伸直 另外一側的手呢 把它的食指中指往下 往後 然後將你的手臂呢 輕輕的往下抬 在做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注意喔 你的頭部 頸部 不要有一個駝背的一個狀況 眼睛持續看向前方 那在操作的時候 很容易有一個肩膀抬起來的動作 我們盡量去避免 不要做一個聳肩的動作 好 有沒有感受到前側的地方 開始有點緊緊的呢 好 我們換手 將它往後拉 特別注意你的肩膀 不要做一個聳肩的動作喔 幫我固定好 維持這樣的動作 保持30 要幾秒呢 還記得吧 60秒 持續 保持呼吸 吐氣 不要憋氣 好 那今天的四個柔軟度的訓練呢 我們就完成了 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